還有來看到是新竹市長 郭宏安涉貪案 經過了遭到的起訴之後 上月二十五號首度開庭 今天上午是再度開庭 全幻市曾經擔任 郭宏安辦公室公關主任 由臺大使三妹公衛文 稱號的王玉文 而根據瞭解 王玉文他在停學過程當中 強調自己確實是有加班 依法可以實際來領取費用 沒有福報或者是虛報 開庭大約兩個小時 結束他依舊不認罪 綁著辮子身穿一席連身洋裝 身材高挑的女子 快步往北院大門走去 他就是前高宏安辦公室公關主任 綽號水母的王玉文 更是被封為臺大十三妹的公衛文 高宏安涉貪案開庭進入第二週 二日上午王玉文被法官單獨傳喚 九點半開庭 他提早半小時就抵達北院 今天海豬會認罪嗎 沒有罪嗎 面對文化不乏意與快步上樓 王玉文是四名被起訴的助理當中 始終否認貪污的助理 在最一開始檢方審理時就變稱 沒有詐領經費 自己確實有加班 雖然有在請領單簽名 但本來就知道錢不是自己的 而是辦公室的零用金 但檢察官透過他和黃慧文的 對話記錄發現 雖然對方的確有告知 但王玉文絲毫都沒質疑 顯然是早已得知 這些錢的真實用途 因此認定他貪污 而這回首次開庭 王玉文更一再堅稱 自己確實有工作和加班 拿到的酬金和加班費 都是正確的 沒有福報或虛報 至於零用金部分要不要給 也是他自行決定 更表示對於高宏安用錢的部分 完全不清楚 聽訊時全程無罪答辯 依舊否認犯罪 如果是在偵查中自白 是可以減刑其刑的 但是由於王小姐在偵查中 他並沒有認罪 所以已經不適用 這個法定減刑的規定 王小姐最後被認定有罪 要判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王玉文說法始終如一否認犯刑 力挺前老闆高宏安 但假如最終依舊被法官判決有罪 恐怕只會害自己背負重刑 記者做報導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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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 장이 旁 اور 這lica �irs 禁팅 海 覽